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中国跟印度在上个月的中旬 爆发了激烈的流血冲突 两国之间紧张情绪不断的飙升 而事发之后 双方展开了多达三次的军长级会谈 感觉双方好像想要谈出一个最适合的解决方法 但发现他们在谈命下动作频频 印度政府先是以国家安全为由 宣布禁止59个中国APP 这些APP在印度要全面下架 像是风靡印度的抖音的APP 以后在印度都不能下载都不能用 而接下来印度还要限制中资投资印度建设 而印度总理莫迪更是带头反中 关闭了他在微博的官方账号 莫迪的微博账号认证叫做 印度共和国总理 他拥有24万名的粉丝 刚刚加入微博的时候 莫迪还用中文po文说 您好中国 我期待着通过微博跟中国朋友互动 而最近一次微博的内容 是向中国网友祝贺鼠年 而这次莫迪大动作的关闭账号 把所有的贴文删除 当然也删光了他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合照 不过有眼尖的中国网友发现 尽管莫迪退出了微博 但是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却还是存在 而且正常运作 所以大批的中国网友就纷纷涌入前往留言 要求他们也跟着莫迪一起滚出中国 中国跟印度之间从实体的流血冲突 演变成这种数位化的虚拟战 双方无所不用其极 就是要给对方好看 印度说了 基于隐私权跟国家安全问题 他要全面禁用59款的中国APP 因为这些中国APP有国安问题 有国民隐私的风险 所以这59个中国APP 现在都从印度全面下架 以后不能用 也没有办法再下载了 而且最主要是要防范这些数位敌意的行动 终止他们得力 终止他们侵略印度 印度说 我们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这些中国的应用程式 正在侵害印度的主权 还威胁到国家安全 所以以后都不能够下载 这些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式 被封锁下架的中国APP 有哪一些呢 这些APP相当相当流行 像是很风靡的抖音 微信WeChat 百度和微博 包括这四个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些APP 现在都被下架了 所以影响的层面非常广泛 你说像抖音 哇好多年轻人都在用抖音 下个影片下来跳跳舞 或者是做一些活动 那印度使用抖音的人 就至少有一亿三千多万人 不能用了怎么办 这一亿三千多万人 每天都在用的一个APP 突然不能用了 那就好像我们平常每天手机这样滑一滑的 我突然断你的网路 非常痛苦 那印度这个禁令以下 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哇字节跳动 它是抖音的母公司 那你光是少了印度这块大饼的损失 至少出估 就超过60亿美元 差不多快1800亿的台币 那字节跳动 其实一直把印度当成全世界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字节跳动都说 我未来三年啊 要在印度市场投资10亿美元 而且他们在印度 因为设厂或者是 把它当成一个重点的发展 所以聘用很多的印度本土员工 本土的全职员工 至少聘请了超过2000人 也提升了很多印度的就业率 而且这一次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抖音更是捐给印度10亿卢比 大约4亿多台币的物资 他说相当是 医用口罩就捐了20万个 防护衣服呢 也捐了40万套 上了这么重的本 但是却面对印度这样的对待 抖音 好发表声明 他就说了 抖音最重视的 就是用户的隐私和诚信 他们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要求 分享印度用户的资讯 那面对这一次的事情呢 印度政府已经找抖音去开会了 抖音说我们一定会出席 一定会提出澄清 并且我们会持续遵守 印度本土的法律 中国的APP 在印度被这样对待 同样的中国也用同样的标准 来对待美国的苹果 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说了 苹果已经在中国的APP App Store呢 冻结了数千款的手机游戏更新 为什么呢 因为接下来如果要在中国上架 这些特定游戏的话 必须要经过中国当局的许可 以前一款APP 我只要上架通过苹果的评估 评估可以 过了之后 我这个APP在苹果上架 我就可以在中国 那中国的用户就可以直接下载 但是中国现在规定了 它在2016年有一个新的法规 说这个在中国啊 要下载的这些APP 这些手机游戏商 你们一定要获得证照 就是我中国发的证照 你不能只有苹果的评估 苹果的认证 一定要我中国有获得证照 我发证照给你 你才可以在中国发行 而且才可以收费 那现在苹果中国APP Store的 这个手机游戏呢 大约有6万多款都需要付费哦 但并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有拿到证照 现在上万个APP都没有中国的证照 怎么办呢 这个冲击有多大 如果以后这些手机游戏 不能在中国这么大的一块市场 贩售冲击 我们看到市调研究机构统计 因为苹果太需要中国这块市场了 光是APP Store创造的营收 收入就比其他国家高 非常多非常多 它一年年销售 苹果在中国APP Store 年销售 一年的销售 就达到了164亿美元 你知道吗 苹果在美国市场的销售 154亿 但是在中国的销售 164亿 你就知道中国市场对于苹果来讲 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再回到印度来看 印度刚才不是说嘛 要删光中国的APP 以后又不准用了 莫迪总理 他也删光了跟习近平的合照 退出微博 现在印度还想趁机取代中国 中国跟美国不是在大打贸易战吗 这个美国不是一直在威胁中国 试图要把全球反中这样的力量集结起来 那印度呢 现在趁机想要介入 想要取代中国 争取世界工厂的地位 印度正在规划一个总面积5000平方公里 大约是五个香港这么大的这个经济特区 那他准备要提供这些 要搬离中国的企业 因为有一些企业可能觉得 我美国如果持续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那会不会很多的制造 都有可能会绑手绑脚 那这些企业如果要撤出中国 往哪里去呢 谁会社会呢 印度就说来来来来我这 我现在有这里一个专门的经济特区 而且我已经跟1000多家 这种美国的跨国公司积极的接洽 他们真的很有可能来我印度设厂 那对我印度的经济提升 当然会有所帮助 可是总体来讲 印度真的能够取代中国吗 英国媒体BBC 他就分析了三大关键 他的结论是说 印度要取代中国 有难度 而且难度非常高 所以印度千万不要太过自信 那三大关键呢 第一个先来看一下 印度的基础建设跟劳动力的素质 他们认为基建 劳动力的落差 落差跟中国的落差 实在是太大了 那虽然印度也有很多的土地资源 但是中国的建设相对来讲 是比较完整的 而这个完整的建设呢 就能够满足各行各业的企业需求 比如说中国有完整的港口 不管是北中南 看到了这些港口的建 或者是高速公路 一条一条再盖 甚至包括了高铁等等 还有顶级的劳动 以及精密的物流 这些都是中国的建设 相对比较完整的重要关键 而对于印度来讲 因为这些都是满足 国际公司他们要营运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长期观察中国事务的 金融时报前社长就说了 你印度有这么庞大的土地 没有用 因为你们现在才开始开发 人家中国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中国提供的设备很完整 有这种大的港口啦 有很多的精密物流 甚至包括了中国的人口 也比你印度多 而且还受过了专业的训练 那这些刚好都是满足国际公司 要营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他认为中国做得很完善 但是印度的完善度 比不上中国 好 这是第一个 在基础建设跟劳动力的落差 第二个 印度人 通常都很喜欢当独行侠 没有很好的这种融入世界的 主要供应链 你看像印度 印度当初退出了多边贸易协定 好 就是退出了RCEP 亚太区域经济协定 他退出了 而且你就没有办法 跟其他国家提供一些互惠 还有印度的厂商 相对来讲也是比较难以获利的 记得吗 他当初退出这个RCEP的时候 当初这个莫迪总理还很生气的说 我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团体呢 我加入根本赚不到钱啊 他说好处根本全部都被中国拿走了 所以我现在要退出 那你就会导致你退出了 你没有办法跟其他国家 在亚太区域经济协定当中 享有一些互免关税啦 或者一些其他的优惠措施 那人家到你印度来设厂或者是来赚钱 那当然他们在获利还有互惠的部分就会撑不下去 像是知名的作家帕拉格 他在他的著作当中就讽刺印度制造 他说我为什么要在印度生产 我想卖东西 想卖到新加坡去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到印度来生产呢 我又没有办法拿出一个好的价钱 所以对印度来讲 他退出RSEP退出这些所谓的退群之后 你没有办法享有这些优惠 也是这些企业没有办法在印度获得的优势之一 那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两大关键之外 印度自家政策扯后腿 有时候也是外资最为诟病的地方 好外资的政策不稳定 我要吸引外资来我这里投资 我的政策一定要脉络相成 我不能朝令夕改 那外资当然会不知所措 或者是我明明要跟你讲 要给你很好的东西 但是你来了之后 我拿出来的东西其实很微薄 很不好 那这都是外资却步的主要原因 你来看看 外商投资印度的门槛其实相对高 像是苹果要到印度投资的时候 印度有输过啊 你在我这里要提供多少的就业率 要有多少的这个设厂的这个比例 我才能够让你iPhone的手机在印度卖 所以印度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当然它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帮当地的人民想了很多的优惠福利 但是对于外资来讲 你这样的设限就是门槛相对比较高 而且对于外国人比较不友善 还有官员所惠的问题 拿一些好处 印度曾经因为他们的货币 卢比大扁 突然对这些体育用品等等进口商品 就加征了奢侈税 所以造成了业者重大的损失 另外像是韩国三星 还有一些国际主要的智慧手机制造商 都曾经吃过类似的亏 所以有市场人士就说了 你印度政府想到什么就干什么 完全不考虑对于产业跟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所以你们这些外商可千万别相信 好 那中国官媒新华社他就看这个文章就说了 你们这些所谓的去中国话 说我现在中国 不管是怪我这个新冠肺炎疫情 说是我起的头 或者是说呢 我每次都一直在偷别的国家的机密 但是你们这些所谓的去中国话 只是噱头 只是为了要掩盖住你们的恶意恶的思想 因为现在全球的供应链 根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 你印度想要取代中国笑死了 你看看你们总理莫迪 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好这种 一直下滑的经济情况 而且官商勾结 还有官僚体系效率低 那法规内容又不清不楚 朝令夕改 你想要取代中国 根本不可能 印度在4月5月的时候 经济大幅衰退了45% 所以新华社认为 你想要趁着中国被美国攻击 被欧盟攻击 被全世界当成敌人的时候 来取代中国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所以您认为 印度真的能够取代中国 成为世界工厂吗 您认为 莫迪退出微博 删光了跟习近平的合照 真的要跟中国翻脸了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 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按赞 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